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那种视觉上的浩瀚与缥缈 而那些亲身经历的宇航员在月球眺望地球时 却普遍感到恐慌 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曾经把很多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月亮 创造出了无数动人的神话故事传说 从古时候一直到现在 我们拥有了探寻地外环境的能力 可以成功地飞出地球 登上月球了 现在距离人们首次登月已经过去了50年的时间 在这50年的时间里面 只有NASA的阿波罗计划 曾成功将12人送上过月球表面 这意味着也只有这12人 真正从月球表面眺望过地球 这些人类的航天英雄带着荣誉返回地球后 当他们被问到从月球眺望地球时的感受 这个问题过时 却没有了兴奋与自豪 有的只是深沉和经济之色 说这些宇航员们阐述的观点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那为何他们会产生经济甚至恐慌呢 连牺牲都不怕的宇航员们究竟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们究竟在月球上看到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从地球上看 夜空中的月亮很普通 感觉也不特别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 但它可以通过反射太阳光照亮我们的夜空 平均距离地球38万4千公里 满月时月亮是天空中最亮的物体 它比夜空中第二亮的金星亮1500倍 比夜空中最亮的天狼星亮28000倍 一个满月的夜晚可以照亮整个天空 满月比夜空中所有物体都亮近40倍 处于地球上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太阳的东升西落 也习惯了月亮的阴晴圆缺 也习惯了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这是我们人类都习以为常达成的共识 可是宇航员当从距离地球38万千米的月球表面 眺望地球时 这一切常识都变了 你能接受常识被颠覆 认知规律被打破的场景吗 在月球这样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宇航员看着自己的家园 渴望而不可及 恐惧之感油然而生 那么从月球表面眺望地球时 究竟会出现哪些诡异的现象呢 由于月球已经被地球的潮汐锁定 因此在月球表面眺望地球时 地球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东升西落的规律被自然打破 此时的地球就像是一颗美丽的蓝色宝石 悬在夜空之中移动不动 宇航员周围只有明亮的月球表面 和自己在阳光下硕大的阴影 这阴影不仅投射到了月球表面 也投射到了每个宇航员的心理面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沉重的压抑感和无助感 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不仅如此 太阳从月球地平线升入正空中 需要七天七夜 从正空中落下又需要七天七夜 这意味着在月球上 一个白天要持续14天14夜 随后月球又将迎来连续 14个地球日的漫漫长夜 月球的一整天便是整整28个地球日 面对这样漫长的一天 你会不会感到奇怪和惊异呢 根据计算 月球的直径只有地球的十一分之三 表面积只有地球的十四分之一 在地球上看月球的大小 只有从月球上看地球大小的十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月球上空的地球比太阳都要大得多 一个比满月还要大十四倍的天体 悬挂在空中是什么景象 一个看上去比太阳还要大的地球 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看到的场景 月球的表面都是泥土和岩石 因此它只能够反射大约11%的太阳光 而地球表面有着大量的海洋 大气和云彩 因此能够反射37%以上的太阳光 这意味着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 要比从地球上看到的满月亮40倍以上 这相当于人用肉眼看一个两米以外的200瓦灯套 如果没有墨镜 人类的眼睛根本无法直视 所以想宇航员想要在月球上用直接 用肉眼看地球 根本做不到 宇航员必须借助仪器的辅助来保护眼睛 通过望远镜 宇航员能够清楚地看到地球表面的山川 海洋 密云和大地 由于没有大气层 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抬头仰望星空时 只能看到地球和太阳 除此以外 看不到一颗星辰 只有一片深邃的黑暗 此情此景 天空中那明亮的地球显得那么的渺小与孤独 这种情绪照应进宇航员的情绪里无法自拔 有科学家曾解释 宇航员们的这种恐惧其实叫做巨大星球恐惧症 和密集恐惧症一样 这也是一种心理恐惧症状 之所以会如此 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巨大物体对人本身形成压迫感 害怕被它们砸到 害怕被吞噬 另外还有被注视恐惧症 如果有像眼睛一样的结构注视你时 你会感到强烈的压抑感 而星球上一些云层或者巨大的漩涡会形成像眼睛一样的结构 看起来颇有些不安 再加上月球上是没有大气层存在的 这就意味着即使是白天天空中也都是黑色的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宇航员们的恐惧并非全部来自他们所看到的自然现象本身 其中更大的原因是来自于对他们自身 对地球 对人类文明的担忧 在月球上 他们更加能体会到人类文明的脆弱 整个地球在宇宙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 宇航员们也许会不约而同的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为何人类这么弱小的生物能够在这颗蔚蓝色的美丽星球上延续置新 为什么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 这真是一个奇迹 卡尔萨根曾经在《黯淡蓝点》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再来看一眼这个小点 就在这里 这就是家 这就是我们 在这个小点上 每一个你爱的人 每一个你认识的人 每一个你听说过的人 每一个人 无论他是谁 都曾经生活过 我们所有的快乐和挣扎 数以千万 自傲的宗教信仰 思想体系 观念意识 我们的一切一切 全部都存在于这样一粒 悬浮在一束阳光中的尘埃上 这是1990年2月14号旅行者在飞出太阳系之前 回望地球所拍下的照片 卡尔萨根有感而发的《黯淡蓝点》 但他只是非常隐晦地指出了 地球就是人类的全部 抛开地球的保护 人类什么都不是 这种心情只有身在数十万千米以外的月球 以及以外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曾经有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 假如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那么他们最有可能的目的中 殖民地球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因此人类也能以此为依据 制定外星人防御计划 人类并不需要打败外星人 而是使其付出的代价 大于他们寻找另一颗移居行星的成本即可 因为对于外星人来说 地球不过是茫茫宇宙中 众多移居行星的一颗 但对于人类来说 却是全部 所有一切 这个背景下 人类将不惜一切代价 赶走侵略者 打算付出的成本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能跨越星系的文明 可能会视人类文明如草芥 但我们不奋起反击 可能连草芥的资格都失去了 做IT维护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 备份对于数据安全的重要性 但人类文明这个数据是裸奔的 没有copy 太阳系其他行星也不适合copy 理论上最近可能一句的行星在4.2光年以外 而且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我们这根独描如何保证 不在银河系列护座悬壁的本地炮中 不夭折 可能是我们这一文明最大的责任 文明最大的责任是延续 但显然人类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而这个不确定性则是地球的温柔香带给我们的 文明要向更高层次发展 必须逃离地球 所以霍金叙叙叨叨的预言 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